哈囉,大家好,我是Calvin,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在國外如何用英文輕鬆的Shopping OK,很多人出國肯定會購物,對不對? 所以我們本期會分享一下常見的一些購物的英文表達 當你走進一家商店的時候,店員可能會過來向你打招呼 會問候你說,How are you? 這個時候呢,你可以回答 I'm good,或者是 I'm great 注意一下,千萬不要說 I'm buying, thank you, Andrew 因為這個表達呢,太過於書面化 我們一般在書本上會用的比較多 其實口語中呢,我們會更簡化一點 你可以直接說 I'm good 那接下來呢,你在挑東西的時候 店員可能會問你 Can I help you? 或者是 Can I help you with anything? 這個時候呢,像我這種就比較喜歡一個人去看呀 去挑啊 那你可以直接說 Oh, I'm just looking 或者是 I'm just browsing 這兩個片語都是一樣的意思 都表示 我只是看看而已 那如果說你有看重的衣服 你可能想要問一下 這個衣服呢,現在是有沒有折扣 這裡就像我們會用 On sale 這個片語 On sale有表示促銷的意思 你可以說 Is this our sale? 那如果是附屬 例如說褲子啊 或者是襪子啊 這一些我們一般會用附屬形式 你可以說 Are these our sale?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常見的一些促銷的表達 最常見的就是我們會在商店的門口 會看到很多的促銷的紅色的字眼 比如說 30% off 也就是全場七折 那另外注意的時候 我們在商店中有時候也會看到 Buy one get one free 也就是買一送一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說 Is this on sale? 或者你直接說 Any discount Discount也表示折扣的意思 那他可能會跟你說 Well, it's 20% off 或者是20% discount 也就是扣掉20% 也就是八折的意思喔 好的,那麼如果你覺得折扣OK 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會要試穿 試穿注意一下 我們用try on這個片語 你可以說 Can I try this on? 這個時候呢一般是沒有問題的 店員會直接跟你說 Sure The feeding room is over there 沒有問題 是一間就在那邊 或者你可以直接問一下店員 Where is the feeding room? 那這裡的話注意一下 我們在試穿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個大小或是尺寸 不太合適的問題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跟對方說 Can I get this in a smaller one? 也就是我能不能拿一個小一號的 或者是 Can I get this in a larger one? 能不能幫我調一個大一號的 這邊我們看一下 英文中常見的一些尺寸的表達 第一個 XX Extra Small Extra Small Small M Medium 也就是中號 L Large 大號 XL Extra Large 也就是加大號 那我們通常會看到兩個X的 也就是 Double Extra Large 也就是特大號 好 如果這邊的話 你吃好之後 覺得衣服OK 沒有問題 這個時候你可以說 OK I'll take it 注意一下這裡千萬不要說 I'll buy it 因為buy它其實是一個 強勢動詞在扣中 我們一半用 take這個小字 如果你要買某個東西 我們直接說 OK I'll take it 好的 那麼接下來呢 就是付款了 你可以問一下店員 How much is it 多少錢呢 比如說400美金 It's 400 dollars 那緊接著店員可能會問你 請問你想要如何付款 這裡你可以直接說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或者是 Are you paying with card or cash 也就是你要刷卡還是付現金呢 如果現金付款 我們直接說 In cash please 如果你是刷卡 分兩種 一種是信用卡 你可以直接說 With credit card please 或者是 With debit card Debit card是借記卡 那這裡的話 輸入卡片的密碼 注意一下 我們不要用 Password Password一般是指 數字和字母一連串的 這裡一般是由數字組成的 所以我們用的是 PIN number 那店員可能會跟你說 Please input your PIN number 請輸入你的 銀行卡號的密碼喔 好的 那麼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推換貨的政策 那有的貨物是可以的 有的貨物不可以 什麼樣的貨物不可以呢 尤其是 Final sale 也就是終極銷售 這件產品的價格 可能已經壓到最低了 所以它不包含在 退換貨的政策之內 退貨的話我們用 Return這個詞 Return有表示 返還的意思 也就是你把這些商品 返還到商店 你可以跟店員說 Can I return this? 我能不能把這個 退一下 那如果換貨的話 我們用 Exchange Exchange是表示 交換的意思 也就是 Can I exchange this? 我能不能換一下 這件商品 這裡的話 退換貨你一定要有你的 Receipt Receipt 是表示發票的意思 注意下 你的P是不發音的 不要念成 Receipt 這樣聽起來也很繞口 對不對 所以它一定會跟你要小票 小票一定要保留好 好的 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去補充和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點讚和分享 英文小貼士會不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 或者是關注我的頻道 這樣才不會錯過任何一集 我是Calvin 這裡是英文小貼士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Bye